他们的不断攻击我使我的能力武器化了 我从蒙托克回来 他们教导我的分身拥有不同技能 有人教我如何用意念摧毁电子设备 有人教我如何用意念杀人 有人教我如何成为一名女刺客而不被抓住 其中之一就是忍者的隐身能力 在你的气上放一个场 让人们甚至看不见你 我记得我有个刺客分身 他一丝不挂地走出酒店房间 浑身都是受害者的血 却没人看见他 他们当他好像不存在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我见过他不止一次 第一个分身记忆被激活后 其他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我们接受了巴伐利亚光明会教的魔法 我们从师父那里学习了日本忍术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训练 我们会互相对抗 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房间 而这个房间里可能有五个人 我们被迫互相残杀 没有结盟 你做了你该做的 你活了下来 但是最后你被扔进了在生池 从伤病中恢复过来 你回到原来的位置 因为你没有通过 直到干到你通过 没有结构 没有连续性 一片混乱 我们从来没有被允许 有坚实记忆的基础 我们是资产 我们是工具 我们被控制了 死亡不是一个选择 他们不断被强化这样一种观念 即他们拥有我们 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 他们想做的事情 而我们什么都不被允许做 我拥有的技能之一 是能够把人的头炸飞 或使他们的心脏停止跳动 我在那些运行程序的 白痴身上练习了这个 他们发现我能做到的事 也为我对他们这么做了 他们对从再生惯走出来不爽 也为他们拥有完整的记忆 你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杀的 会非常愤怒 所以我们不被允许愤怒 除非愤怒 可以挖掘更多能力 变成武器 用于对付你不生气的人 学习和引导这种能量 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生我的气 也可能没有 他们撒了很多谎言 他们会告诉你 好吧 如果你这样做 你会得到那个 然后你永远不会得到的 没有感情 没有尊重 没有小孩子需要的所有东西 你知道小孩子需要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你知道 在我被项目和被我父母虐待之后 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会坐在那里思考 我母亲会怎么做 进入完全相反的状态 这就是我养育孩子的方式 与我被养育的方式相反 他们都长大了 他们三个都结婚了 都能自己自足 他们都没进过监狱 他们都是好人 所以 与我成长过程中 所受的教育相反的计划 反而是最好的计划 所以 我在兰丽的经历 不希望发生在 我最大的敌人身上 但是如果他们还在继续做这种事 就应该被制止 其他派系的人告诉我 他已经停止了 他被认为是对优质资产的浪费 因为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我同意这一评估 在SSP群里 有太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带着类似的记忆来找我 让我不敢相信他已经停止了 这些不仅仅是美国人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 相当一部分人 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 最大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有莫洛温血统 他们的家谱有一定联系 1500年来 他们四处走动 可以去任何地方 分布在不同人种中 那个女内家用心灵感应告诉我 我最终会没事的 也许只是让我们平静下来 因为我们有一种 爆炸性情感能量 尤其是当他击中一个 非完全三地的生物时 他们选择的孩子血统 是北欧混血 我们自然比正常人 有更多的灵能 所以当他们在上面 加上天龙人基因 然后教我们如何使用 他并把他武器化时 我们对大楼里的外星人来说 变得很危险 所以我相信他的好意 大多是出于自我保护 嗯 他有多高 直立部分差不多 六英尺 后面还有二十英尺长的尾巴 所以基本是一条蛇 没有脚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蛇 蜥蜴可以用嘴说话 或者心灵感应的世界 还有八至九英尺高的螳螂 它们基本是会说话的虫子 还有灰人 身高三至六英尺不等 有心灵感应 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知道 美国人过着正常的一天 可能不知道在同一栋楼的几层楼上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离开时 他们只是说时间到了 有一个新团队进来 我记得 我听到了负责人的想法 他以为失去了那么多人而受到责骂 当他们把我送到火星时 我已经在那里待了五年 我想我们有八九个人在电梯里 然后进入了跳跃时 我不清楚之前和之后是否都有更多的人 我们走进这栋楼时 还穿着睡衣 我们走进电梯 他们说 好了 人够了 他们有一个操作员来运行控制面板 有一个普通电梯的面板 还有一个人控制跳跃门 他是在纽约长岛的一栋大楼里 他不是帝国大厦 1964年 他足够大 可以装电梯 而且他就在河边 在一座桥的下面 我们被告知要挤在中间 不要碰边缘 不要碰墙壁 也为墙壁有点动了 像时间隧道的样子 他看起来像蒙托克的隧道 这是那种技术的变体 你根本看不出电梯舱的尽头在哪里 八九个小孩挤在一起 最小的孩子大概九岁 墙似乎融化了我们紧紧抓住彼此 大约花了二十分钟 那是三月份 我们出现在火星上 未完待续 再打领补